这只母狮正在独自猎杀水牛 即便是世界最厉害的猎手 独自杀死一头非洲水牛 也并非一世 这是尖爪力尺 和厚皮硬角之间的较量 这是一场耐力战 母狮不愿意放弃 水牛无力地抖动着双腿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狮猎杀水牛成功了 非洲鲁阿哈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 这里有三条主要河流 是全球狮群密度最高的地区 分布着12个狮群 共计150多只狮子 在此生活 随着水牛开始迁徙 这里成为了狮子的猎杀战场 也是水牛的闯关地 水牛群一进入母东亚狮群的地盘 立刻就面临死亡的威胁 这是最大的狮群之一 共有26只狮子 母东亚河开始干涸 非洲水牛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水狮 每多喝一口水都会提高被袭击的风险 暴露在河边的非洲水牛 很容易受到惊吓 一只母狮接近 引起水牛群的恐慌 水牛群四处逃窜 母狮的挑战是使目标落单 同时避免自己被踩塌 他寻找瘦弱并且速度缓慢的非洲水牛 一头掉队的水牛成为了他的目标 受伤的非洲水牛发出痛苦的爱好 引起了同伴的注意 非洲水牛会为解救同伴而奋战 但是他们不愿走下陡峭的河堤 因为他们不知道下面还有多少只狮子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猎杀 母狮来之不易的胜利 可以给狮群带来一顿丰富的大餐 浦东雅河通常是最早干涸的河流 河流干涸后 水牛群就不得不继续前进 寻找新的水源 这头新生的小非洲水牛真是生不逢死 他才刚出生几个小时 期待还没有脱落 战力都很艰难 根本没办法进行长途旅行 母牛妈妈一直跟在小水牛身边 不断地鼓舞着他 其他非洲水牛就没那么仁慈了 小水牛还没站稳 水牛妈妈就面临一个心碎的抉择 他是陪在小水牛身边 还是抛弃自己的骨肉和大部队继续前行 在本能的驱使下 水牛妈妈离开了 只剩下小水牛孤独地站在黄昏中 水牛妈妈回头看了看 也许他不愿意抛弃 怀胎十一个月的轻生骨肉 但是为了生存 他不得不这么做 小水牛一旦被捕食者盯上 他必死无疑 他朝着远处呼唤 突然间 小水牛有了前进的力量 奇迹般地迈开脚步 他在夜幕降临之际 赶上了水牛群 但年幼的他依然是捕食者 唾手可得的猎物 浩浩荡荡的水牛群 一路寻找水源 他们进入了猴面包树狮群的领地 包括幼狮在内 猴面包树狮群 共有33只狮子 负责狩猎的是母狮 这两只公狮很符合狮王那慵懒的形象 曾经他们威猛强壮 此时他们巅峰时期已经过去 母狮开始侦查 寻找适合的目标 狮群封堵了所有出口 挡住水牛群的去路 最勇敢的水牛展开反击 与狮子正面交锋 把他们逼退到岩石边 情况陷入了僵局 狮群无法进攻 非洲水牛也无法逃走 夕阳西下 狮群开始勘察 寻找非洲水牛群中虚弱的目标 狮子在夜色的掩护下进行屠杀 猴面包树狮群 迎来了一顿丰富的美餐 没有参与捕猎的公狮 正在分享母狮的劳动成果 但年迈的他们 很难抵挡流浪公狮的进攻 狮王的宝座很快就要一种了 大多数非洲水牛 包括差点被遗弃的小水牛 都安然无恙地离开了 猴面包树狮群的领地 但是他们即将遭遇 更加可怕的狮群 不许八颗狮群 狮群里有六只母狮 九只年轻的狮子 不许八颗狮群里的狮子 都是身怀绝技的杀手 其中包括三只成年公狮 和猴面包树狮群的公狮不同 他们仍然处于壮年 因此 不需要依靠母狮去捕练 不许八颗狮群特别擅长 猎捕非洲水牛 而且都在白天行动 一旦非洲水牛进入他们的领地 狮群就会尾随气候 但是不会马上发起攻击 他们通常会在非洲水牛 饮水狮行动 攻狮也加入捕猎的行列 他们锁定了几头落后的 年迈攻水牛 这些攻水牛 或许已经不再年轻 但是他们仍然有抵抗的能力 两只攻狮 设法让一头攻水牛脱离的队伍 这头攻水牛 比看起来更健壮 他有力地抵抗了狮子的正面攻击 狮子只好从背面发起进攻 攻水牛奋力抵抗着 希望能寻找一线生机 狮子转攻为首 非洲水牛想要趁机逃跑 但他无路可逃 这将会是一场消耗 这群母狮正在围猎水牛 不许八颗狮群的母狮 锁定了一个被拆散的非洲水牛群 之前掉队的小水牛 也在小团体当中 它是最容易得手的目标 混乱中水牛妈妈为了保护小水牛 结果被母狮盯上了 其他母狮在岸边挡住了 想去救援的非洲水牛 母狮像斗牛士一样 试图引诱水牛妈妈发动攻击 一旦水牛妈妈低头 母狮就瞄准两个牛角之间进行攻击 双脚抱住水牛的头部 嘴巴咬住水牛的后颈 直到园兵到来 狮群一拥而上 水牛妈妈不断地哀嚎 慢慢地失去了生命 小水牛再次变成了孤儿 残酷的命运不会把它打倒 尽管失去了母亲 小水牛还是跟着大部队一同前进 另一边不许巴克狮群的攻狮 让水牛精疲力竭 攻狮最终获得了胜利 对不许巴克狮群来说 今天是丰收的日子 在经历了数个月的威胁之后 水牛群终于得以暂时地解脱 在这里不是所有狮子都捕杀水牛 水牛群进入酷米狮群的领地 因为这个狮群只有十只狮子 一般的猎物完全可以填饱狮群的肚子 但即使这样也并非完全安全 有其他狮子进入了这片领地 这是一个特别的狮群 叫做内扎狮群 他们名字的含义是饥饿 为了满足对非洲水牛的口腹之欲 他们至少穿越了五个狮群的地盘 来到酷米狮群的领地 他们的行为很危险 如果被酷米狮群发现 就会遭到攻击 内扎狮群锁定了一头小水牛 他的妈妈和其他非洲水牛 都没来得及防备 小水牛就被狮群捕获 然后分屎掉 幸运的是 那个可怜的小孤儿 没有成为目标 他似乎被好孕眷 旱季地延续 多数河流都已经干涸 瘦肉的水牛将无法生存 许多狮子也面临困境 一些狮子在与非洲水牛 打斗时受了伤 对狮子来说 腿部骨折意味着死亡 此时的猴面包树狮群 也面临着危机 四只强壮的公狮 入侵了他们的领地 他们找到失望 打斗过程很短暂 双方实力悬殊 年迈的公狮失败后 遭到放逐 漫长的七个月后 雨水终于重归大地 水牛群终于得以解脱 季节更替 那个时候 非洲水牛将会开始 新一轮的迁徙 狮子们也将开始 新一轮的猎杀 感谢大家的观看 更新持续中